5月18号 在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汽轮机场区一语 矗立着一座蓝白相间的小山 山脚下一排排厂房、管道、灌体整齐排列 共同组成了占地面积 约为两个半足球场大小的超级充电宝 全球首个二氧化碳加飞轮储能示范项目 据了解 该项目占地18000平方米 储能规模10兆瓦到20兆瓦时 能在两小时内存满2万度电 是全球单机功率最大 储能容量最大的二氧化碳储能项目 也是全球首个二氧化碳加飞轮储能综合能源站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二氧化碳储能是压缩气体储能的一种 利用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制进行充放电 就像个超级充电宝 超级充电宝 它的专业名称是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电站 它的工作原理与压缩空气储能相似 它在蓄电的时候 我们通过压缩机将低谷的气风气光电 转化成压力四能和热能进行存储 在发电的阶段 我们就将存储的热量加热我们的二氧化碳 驱动透频发电 因为它利用了二氧化碳残温且容易易化的特点 它具有能量密度高 存储成本低的显著优点 据悉 二氧化碳储能不仅具有广泛的功率等级 容量和地域适应性 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安全稳定 零碳排放 绿色环保 利用二氧化碳储能它产生的电能 可以弥补清洁能源不稳定的缺点 也可以用我们的传统火箭配套使用 它能够迅速为我们的电网 在高峰时期补充电力 并且在整个发电过程中 不会用到化石燃料 也不会产生固体废弃物 完全做到了零碳排放 同时这套技术它具有容量大 存储时间长 建设不依赖地质条件 效率高的优点 是未来大规模物理主任的重要技术路线之一 记者了解到 用电低谷70 这个超级充电宝开启充电模式 压缩机启动 两个小时就能把巨大的柔性气仓里 体积达25万立方米的二氧化碳气体 全部压缩为液态 体积只有原来的三百分之一 在用电高峰到来时 使其重回气态 并推动透屏进行发电 同样只需两个小时 就能发出两万度的电 在电碗符合高峰期 超级充电宝可以把蓄电过程中 收集起来的能量示范出来 缓解电碗压力 为电碗提供惯性支撑 为人们的生产生活用电 保驾护航 以现场的这个10兆瓦20兆瓦时的 这个示范电站为例 它可以发两万度电 为60户家庭 然后一个月使用用电 提供电能 项目各合作方依托十余年积累的新材料 及系统设计集成经验 新型能源系统和二氧化碳动力装备方面的研发 及工程应用等经验 在热力系统集成及优化 透屏设备研制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突破了储能系统及动力装备的多项核心技术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已经完成了整套储能发电系统的 调试运行工作 整个项目在新型二氧化碳 储能热力系统集成及优化 大型透平动力装备开发 大燃料工资存取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突破了新型二氧化碳储能的多项核心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动力装备全国产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